上个世纪70年代中苏核战一触即发 使任苏联国防部长的格列齐克 更是在当年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亮明态度 要根除中国的威胁 就必须使用几百万当量的核武器 一劳永逸解决问题 1991年苏联解体 独立出来的俄罗斯 立即承认了珍宝岛的主权属于中国 珍宝岛总面积仅有0.74平方公里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弹丸之地 却差点成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自苏联撤回全部在华专家后 中苏两国的关系降至冰点 此后中苏边境冲突不断 从1964年到1969年 苏联共挑起边境事件4000多起 1966年苏联与蒙古签订了 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互助条约 让双方间的缓冲地带 成了苏联进攻中国的桥头堡 对我国华北、西北、东北地区 形成了严重的安全威胁 长期的边境冲突中让双方机怨甚深 1969年3月2日早上8点 苏联出动70名边防军 向我国珍宝岛边防巡逻队发起进攻 我边防巡逻队发现苏军动向后 立即向对方发出了警告 但没想到苏军竟突然开枪 打死打伤6名巡逻队战士 附近的另一个边防巡逻组听到枪声后 立即赶来支援 从苏军的侧后方切入战场 另一边遭到苏军袭击的巡逻小组 也立即展开反击 但在苏军凶猛的火力压制下 巡逻小组的反击收效甚微 为了吸引敌防火力 战士于庆阳猛然跃起 向躲在丛林中的苏军发起反冲锋 很快他的头部不幸中弹 英勇就义 战友们没有辜负于庆阳用生命创造出来的机会 他们配合援军 向苏军发起了全面反击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 我军成功击退了苏军的入侵行动 此战过后中央非常重视 为应对苏军接下来有可能的大规模入侵 我军向边境增派了两个师的兵力 其中一个是立即投入到战斗部署中 另一个是则作为预备部队 而苏军方面也开始频繁调动 纠集了一万多人的边军奔赴前线 双方动用的兵力大致相等 但装备方面苏军占有绝对优势 不仅有大量重武器和各种飞机支援 还动用了当时最先进的T-620坦克 为了应对苏军的坦克 我军提前在苏军前进的道路上 埋下了大量的反坦克地雷 1963年3月15日当天凌晨 苏军出动60名士兵 搭乘着6辆装甲车侵入珍宝岛 收到消息后 银长冷鹏飞带着一个加强牌的战士 与苏军展开对峙 不久后战斗突然打响 这场战斗打了近10个小时 双方不断把兵力投向这个袖珍小岛 在零下30多度的天气里 殊死搏杀 苏军先后出动了5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 均被我军成功击退 值得一提的是 苏军一辆T-62坦克行驶至兵面上市 被我军炸坏 为了争夺这辆坦克 双方的战斗烈度进一步升级 苏军想要把这辆坦克拉回去 而我军则想缴获它 简实在强迫回来 苏军指挥官只好下令 用炸弹炸毁兵面 让坦克沉入河里 在战胜苏军后 我军成功把这辆坦克捞出水面 送到后方进行研究 后来我军也成功吸收了这辆坦克的技术 设计出了国产坦克的模型 苏军失败后并不甘心 仅仅过了两天 苏军又出动近百人登岛 这一天的战斗 我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当场击毙了苏联兵防部队的总队长 列昂诺夫上校及杨新忠孝 最终我军取得了珍宝岛战役的胜利 虽然我军在珍宝岛战役中取得了胜利 但归根结底 这场战役终究只是一场小规模的边境冲突 无法让苏联屈服 只会让他怒不可遏 失去理智 珍宝岛战役后 苏联内部的主战呼声越来越高 以国旁部长格列齐科为首的主战派 主张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 他认为中国幅员辽阔 人口众多 潜力无穷 一旦机会出现 肯定会向苏联发动进攻 以夺回被苏联占据的旧土 而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控制力很弱 随着时间的退役 将很难阻挡中国北京的脚步 并且中国的核武技术发展很快 如果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掉 来自中国的威胁 则后患无穷 而他所提出的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 就是趁着中国的核武技术 尚在发展阶段 且不具备远程投送能力 动用苏联大量的洲际导弹 中程弹道导弹和远程轰炸机 对中国重要的政治、军事 尤其是核设施 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格雷奇科的提议 无疑是非常疯狂的 但就是这样一个疯狂的提议 却得到了很多苏联高层的支持 就连苏联的最高领袖 伯雷日涅夫 也以沉默应对 没有反对格雷奇科的提议 在这样的氛围下 很多原本持中立态度的苏联官员 也倒向了主战派 一时间仿佛有一只手 已按在了核武器的发射按钮上 就在这空前紧张的时刻 一个人站了出来 大声喊道 我反对 这个人就是时任苏联第一副总参谋长的奥加尔科夫 奥加尔科夫在1938年加入了苏联红军 苏德战争中表现优异 被屡次提拔 战后进入弗洛西洛夫总参军事学院深造 1968年升任苏联第一副总参谋长 后来晋升苏联元帅 曾主编苏联军事百科全书 在上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军事技术革命的概念 是探索现代战争理念的先驱 也是苏联军事改革的总指挥 为苏联武装力量的提升 做出了重大贡献 自担任第一副总指挥后 奥加尔科夫就成了 伯雷日涅夫重要的全球战略顾问 在苏联的对外战略中 掌握着非常大的话语权 奥尔科夫给出的反对理由 总结起来有三点 一 正如格雷奇科所提到的 中国是一个复原辽阔 人口众多的大国 要想依靠核武器击垮 这样一个大国的抵抗意志 无异于痴人说梦 就算是最终能战胜中国 那之后又将如何实现 对中国长久的去军事化任务 如果是直接占领 那后续又将投入多少资源进去 最大的可能是把整个苏联 都陷于这个无底洞的漩涡里 抽身不得 二 奥尔加科夫还反驳了格雷奇科所说的 中国不具备核反击能力 他认为这完全是在堵苏联的国运 谁能保证一旦苏联动用核武器 不会招致中国的核打击 哪怕中国只发射一颗核弹到苏联境内 也是苏联所难以承受的 退一万步来说 即使中国真不具备核反击能力 那么当苏联的钢铁洪流进入中国境内后 谁能保证中国不会动用核武器 消灭入侵的苏军 三 与中国这样的大国开战 势必会对全球格局造成深远的影响 如此就不得不考虑其他国家 尤其是美国的态度 并且一旦动用核武器进攻一个主权国家 所造成的影响 可能比与中国开战的影响还要深远 届时美国和其他国家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实在难以预料 奥尔加科夫的一席话 让头脑发热的众人都冷静了下来 确实发动核弹很简单 只需要轻轻按一下按钮就行 但发射之后呢 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能否达到战略目的 谁也不知道 谁也不敢保证 一时间苏联高层都沉默了 最后还是伯雷日涅夫做出了决定 他决定先派人和美国通通请 看看美国人的态度 最好能让美国人同意 联手毁掉中国的核设施 让中国成为一个无核国家 苏联的驻美大使 很快就把消息递给了美国 尼克松收到消息后 立刻召集了高层开会 大家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不敢轻易开口 不过美国人还是很快 就从美国的角度 权衡出了利益得失 最后得出结论 必大于利 主要有两点 如果放任苏联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则会让苏联在日后的外交中 获得难以想象的心理优势 毕竟即使是当时的中国 在世界上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 比中国影响力大的国家 全世界也找不出几个 如果这样的国家 都能被苏联用核武器摧毁 那么全世界的国家 都会生活在核武器的阴影下 此后再也不敢与苏联发生冲突 这样一来 美国在与苏联的全球博弈中 必将落入无可弥补的下风 二来 当时的中国与美国并不存在 难以调和的利益冲突 相反 在苏联日益强大的背景下 两国都希望能抱团去哪 如果能借这次的危机 与中国近视前线 则可拉拢中国 一同压制苏联全球扩张的脚步 得出结论后 尼克松也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第二天 华盛顿邮报刊登了 关于苏联想要对中国 动用核武器的消息 一时间全球哗然 各国大事 各报刊记者 纷纷动用手中的渠道 验证消息真伪 在美国的对外新闻发布会上 政府发言人并没有解释消息的真假 而是直接给出了美国的态度 即一旦苏联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则美国将视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美国必然会在苏联发射核武器后 向苏联发射核武器 苏联高层自然也收到了美国方面的消息 他们没想到 这本是两国之间绝密的信息 居然会以这样的方式公之于众 虽然美国政府没有承认 消息是他们放出去的 但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还是美国人的态度 本来就对用核武器摧毁中国 不抱有太大希望 现在美国也亮明了态度 这成了迫使苏联最终放弃该计划的最后一根稻草 奥尔加科夫利用这个机会对主战派进行游说 不仅劝阻主战派放弃用核武器进攻中国的提议 也劝阻对中国发动战争的计划 这次很多原本持主战立场的人都纷纷改变立场 其中包括如部长会议主席科西金这样的重量级人物 苏联决定放弃该计划后 也第一时间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否认了苏联打算用核武器攻击中国的说法 也否认了苏联将与中国开战的计划 奥尔加科夫仅仅只用了几天的时间 就让苏联的政治风向来了个180度的急转弯 不久后苏联派出部长会议主席科西金与周总理见面 让两国剑拔弩张的局势得以缓解 中苏关系之所以能悬崖勒马 奥尔加科夫此人功不可没 钥 daddy 钥 drei Ferr党 大谷 transm前 根金 都是 你 声 cái 本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